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金马警区总部今天传照当今大马的三名记者问话 调查当今大马早前刊登有关警察总部人事大调动的报道 这三名记者分别是哈利兹 南达古马和沙林 他们在律师的陪同下给口供大约一个小时 查案官向每个人抛出了27道问题 包括询问报道中所提到的匿名消息人士 不过三人都拒绝向警方透露消息来源 我们就要用签打 荣举小时 但是需要匠接出的小时 但是我们所谓的小时 但是相关的小时 我们将什么虎问题 我们可以在库上前的一切 在库上做的小时 所以就在库上前提到 所以 我看清楚了 叫人我们商量的一切 这就算是社交媒体的 我们用信息要求 要保持下的人 他的市场的运动 是要保持了 Оч コm 看着就有听者 另外行动党副主席郭肃沁 呼吁当局立刻停止对当今大马记者的不当施压 因为警方的做法将会影响新闻自由 也违背了民主社会应有的透明和公开原则 郭肃沁发文告表示 警方要求记者透露消息来源 实际上是在向媒体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就是他们的独立性和自由可能会受到压制 前首相署部长在意伊布拉辛 则向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喊话 促请他正确回应课题 而不是骚扰记者 在意在社交媒体X贴文指出 如果报道不实 警方出面否认就好了 没有必要为了一篇警察人事调动的报道而过度紧张 捍卫新闻自由支持独立媒体 如果你认同KinneyTV和当今大马的编辑方针 也希望我们继续监督权柜 我们希望你捐款支持我们 你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就能一键捐款 在此我们也通过荧幕下方的跑马灯 公开感谢过去一段时间捐款给我们的观众 有了大家的鼓励 我们会坚持报道好内容 来关注能及礼补选 一段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 国盟能及礼补选的进血活动上 主持人污蔑行动党是敌对异教徒 引来行动党穆斯林领袖痛斥 这种言论过火和煽动仇恨并要求道歉 行动党的三名穆斯林中委今天发联合文告 要求国盟和一党表明立场 说明是否认同这种过分的言论 文告解释 敌对异教徒具有战争含义 因为他的语境是在异教徒国家 杀害和威胁伊斯兰国家的时候 而穆斯林则可以在捍卫伊斯兰国土地的名义下 血腥的征战对方 文告强调 这种言论完全不能接受 并要求这名污蔑者 向所有被他贬为异教徒的行动党党员致歉 签署联合文告的三名中委是谢奥马 万一国会议员谢瑞瞻 以及文东国会议员雪夫拉 据了解 除了抛出敌对异教徒的标签 这名国盟活动主持人也指控 行动党在部分乌同领袖协助下 意图掌控马来西亚 伊党总秘书达西尤丁最近趁着补选 指责吉兰丹南部发展局办事不利后 以致丹州政府无法把数千块土地的地契 分发给人民 达西尤丁声称 在发表了这番言论之后 警方传召他入口供 而丹南发展局主席扎瓦威还要起诉他 达西尤丁昨晚在话网声举行的 一党竞选讲座中表示 也是不同领袖的扎瓦威 理应在竞选期间向公众解释 交给选民判断 早前扎瓦威曾驳斥打击有丁的说法 他强调丹南发展局拥有的土地属于有关单位 不涉及丹州政府 扎瓦威也是丹州巫统宣传主任 他接着提醒一党领导层 别干涉丹南发展局的事务 因为有关单位拥有专属的方案 发放土地给肯殖民 国盟早前质疑 国阵滥用社区礼堂来助选 副首相阿莫扎西对此承诺 将彻查滥权的指控 扎西今天在华望生告诉媒体 如果国阵确实有滥用政府的资产来助选 国盟可以承报给执法当局 不过扎西也反向 丹州政府竞选时也有用政府的资源 前天国盟指控华望生多海村原住民发展局的礼堂外 插满了国阵的旗帜和横幅 令他怀疑国阵拿政府资产来当作竞选基地 丹州大臣纳苏鲁丁随后批评 这种做法会带来不公平的竞争 因为国盟严守规定 完全没有使用州政府的资源 换个焦点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将撤回在东南亚包括大马的建厂计划消息 引起国内议论和质疑 首先安华指出 特斯拉是在面临中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 蒙受亏损 因此计划发生变卦 安华今天受巡视指出 这是特斯拉给予冒公布的说法 贸工部长东布扎夫鲁昨天晚上则澄清 有关部门其实从来没有公布特斯拉将在大马建厂 他在面资书表示 当局确实曾经与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会面 以增许投资 但是特斯拉从来没有答应过在大马建厂 去年7月 安华跟马斯克视讯会谈后发文告说明 政府欢迎特斯拉来马投资的决定 也支持特斯拉近期在雪州开设总部和服务及体验中心的计划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KiniTV快报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留守KiniTV的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我是志正 我们再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资讯会报 我是杰志纪 今天发布告起初 安华应该意识到 贵意见证力量分辨成一谋 几乎解释他的总裁任期 目前认为 安华在一期时 困满 吸取神的帐篇内场合的 当地医生完整 这些 显安华也有六十二 会接受下马哈林定期的则定 明天想表示 马迪错过让大马再次连达 请不吝点赞订阅